我們現在討論了很多人 這是我們的現在的少年安全法 中國所謂的現在的法規 重點在哪 重點在立委 而且我們看到在對台灣 非常熟悉選情的小立元星星 他這次來了 這次來他不是只有看總統 他特別看嘛 他就看到立委 你說他去的地方 講的話都耐人尋諱 他去的地方 講的話 代表有些地方是在翻轉 是出乎我們想像的 他內行的 內行的 因為他去了這三個選區 他都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去三個選區 對 三個選區 彰化一 彰化二 南投然後台中嘛 對不對 那他去彰化 南投 台中 這三個地方都會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有可能藍綠會翻盤 也就是原本是綠的 會翻成是藍的 有這樣的可能性 再來第二個指標性的意涵 他彰化去哪裡 第一選區 那第一選區過去是什麼 王惠美 等於說王惠美 縣長的意志啦 阿爹 我們先前面跟大家講過嘛 等於說縣長的本命區嘛 但你覺得台中是誰 黃建豪 黃建豪過去那個選區是誰選的 盧秀燕 北區北屯 所以代表說這也是勢在必得要拿回來 而南投是誰 南投過去是林明珍也是老管長 那時候出馬嘛 但補選的時候輸了嘛 所以這三個選區 具有兩個重要力涵就是 第一個國民黨希望 而且很有可能在這個地方翻盤 再來第二個就是 這分別是各自縣市首長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本命區嘛 所以我們先講過來說 好 那說彰化 其實小力的行星為什麼講來行呢 因為你看他對於他用日文去描述 他描述陳秀寶 一般人對於講說陳秀寶摸不著頭緒 到底是什麼 他說講說 第一個他是重要的地方派系 而且是正二代嘛 他強調地方家族出身 地方政治家族出身 對 他在講這個東西概念很重要 但陳秀寶當然你要知道 過去他老爸陳靜丁在這邊 除了當現議員出來 甚至以五黨籍的身份 贏下立委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偏綠 偏綠就算了 陳秀寶這一次是什麼 直接以民進黨的身份出征嘛 但民進黨的身份出征的時候 他現在有個大問題 為什麼說國民黨這一次有機會 因為地方上叫這個陳秀寶叫什麼 公主 當然叫他公主 代表說他老爸當然是靠手腕 然後接地氣打下這片江山 但如今交棒到女兒手上之後 地方顯然對他 沒有像老爸來得那麼強烈 陳秀寶不是很強嗎 對 這時候出現一個大問題 那阮後爵強不強 阮後爵過去大家講一個人不強 但他如今背後 我們剛剛講到有誰 有王惠美的力量嘛 所以寶傑哥你從所謂的選區分佈 那張圖就看得很清楚 這個分別是兩個了 來你看柯正榜在2019年 除了說入港這個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寶傑哥你看是什麼 一片藍嘛對不對 那你說入港為什麼出 因為入港綠道出資 對不對 那入港唯一一個有辦法 贏下來的人 你知道叫誰嗎 就叫王惠美 只有王惠美作為國民黨籍 有辦法在入港這邊贏下來 所以講入港這些關鍵指標區嘛 但如今王惠美跟誰連在一起 跟和美政長 也就是阮後爵連在一起 所以當這個狀況產生變質的時候 會變成怎麼樣 和美就是我們右上方的最大的 和美加入港加起來多少人 十六萬人 十七萬人 而這兩個地方 如果同時能夠一併拿下 只要軟後爵 在自己的選區發揮正常 和美政能夠發揮藍大與綠 就有機會贏嘛 但你說來到了台中選區 他一樣喔 他講說什麼 他說我找這個黃建豪 然後他也特別點名 他說這是現任市長 盧秀燕的地盤 對 而且他講說今年莊敬成 這個熬了四個請教了四年前 選舉的狀況 今年的主軸 而且他講說對於蔡政府的評價 高低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很重要 而且他講到最後一句最關鍵 他說這是國民黨基本盤 最強的一個選區 所以他講到一個重點了嘛 因為今年確實是黃建豪 明明莊敬成是連任 但卻很有可能翻盤的可能性 而且各位我講白了 他甚至還有一個更誇張什麼 更誇張的是理論上來講 黃建豪他是年輕人對不對 年輕票 結果沒有想到 反而是莊敬成 在後面追了皮培串 然後呢放花大錢 然後在地方上辦大型造勢 甚至是大型的布條 而且這些布條 通通不敢給用民進黨的顏色 這就是小麗的講到一個重點 你不敢用民進黨的支持度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度 在這邊真的好嗎 現在民進黨的民意調查裡面 仇恨度極高 所以莊敬成才會用紅色的看板嘛 而來到最後一點 你看到他去到誰 南投 油耗這個也是會翻轉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各位講 油耗當初南投這個地方 你仔細從立委的選情看 再從縣市首長選情看 你就懂了 縣市首長籃贏這個叫大獲全勝 等於是寫起一篇 而為什麼補選會輸 主要是在於 林明珍過於老舊 現場選完 又要選立委 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而如今換了一個年輕人心血 而且新面孔 白紙一張的油耗 而且在地方實力極強的狀況下 非常有可能會翻盤 這裡面大概就是你跟小立元心情 是最熟的 你跟他有等於說 見過面 吃過飯 還比平常還有聯絡 他特別跑來 特別跑來看立委 立委 特別跑來看中部 小立元老師這次來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三區 這三區為什麼 其實他還有 台北他也有去 台北也去 對 因為我都會跟他見面 對 我都會跟他 他去這幾區之前 而且觀眾朋友要知道 他這次來他去台中 他第五選區 為什麼 第五選區 黃建豪 是盧秀苑本命區 盧秀苑全力幫黃建豪 可是上一次陳秀苑沒有贏 所以他要看看 有沒有可能這一次黃建豪 會贏的莊敬成 他去彰化這個 軟後決跟這個陳秀苑 全國知名度並不高的啦 比很多議員都還低 他認為這區會不會翻轉回來 為什麼 因為那是陸港 彰化一選區 陸港之前的立委是誰 王惠美 是王惠美 現在現場是誰 是王惠美 所以也就是南投台中 跟彰化的現在的縣市長 盧秀苑 王惠美 跟許舒華的本命區 而這三個區 現在都是民進黨的立委 可是有沒有可能 明年全部翻回來 保佳跟你了解了吧 他其實還看了 新北十二選區 他有去看賴品瑜跟那個 他有去 所以我跟小律老師有見面 那他 他全台灣七十三個選區 我們兩個會一個對嘛 就我認為這區是誰 他認為是誰 我們全部 他會跟你討論 七十三個選區我們都討論過啦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日本人 他不會戒選 所以他只完全做相違調查 要提出一個判斷 他不會直接告訴你怎麼樣 可是他會有個席次算出來 我們兩個的看法差不多啦 那簡單說 尤浩跟蔡培惠 還有陳秀寶跟軟後決 以及黃建豪跟莊繼承 狀況都有點類似 為什麼 因為尤浩現在目前他是挑戰者 現任的議員是蔡培惠 可是寶傑哥 蔡培惠本來是南投一選區 他原來是馬文君那一區 可是因為補選的時候 他跨區過來後贏了林明珍 在今年三月贏了林明珍之後 大家也覺得很意外 可是他贏的時候呢 票數並不多 而尤浩卻是二選區當地的議員 因為對手是議員 所以他就有地方的實力 黃建豪是台中的議員 有地方實力 軟後決他是 他是軟剛猛的姿子 然後呢 他又是和美的政長 他也有地方實力 然後講說軟後決 全身都刺青 他是混的 他把衣服打開 可以看 真的是刺青 刺國旗國徽跟他老婆 真的假的 他刺的是國旗國徽 國民黨的 他不是刺龍刺鳳 他是有刺青的 他說他認識香港自行自負 所以反而把這個軟後決的知名度打開 我前兩天在寫這個分析文章 我有提到彰化 彰化一 誰知道彰化一 彰化現在四個選區 只有一個謝一鳳 可是現在看起來 謝一鳳之外 這一區我們就關注 我不會直接告訴你誰贏誰輸 可是這三個區都有可能 包括我剛剛講的 新北十二選區 這四個區都是我昨天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所講到 有可能民進黨目前是連任 會不會就有危險了 都在三千票五千票之內 那這一次小麗媛去 你要知道喔 寶傑哥你看那個照片 調出來了 沒有亂講吧 你看他是不是用 國民黨黨徽 國徽跟國旗 他是吃這個 我不認識他啦 我不認識軟後決 對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吃這個 是不是說本來有一些別的加上來 但總是他勇於去面對大家的挑戰 所以這幾個大家都關注 白天你說我就製造 一個天天百日照去 所以彰化一 然後還有新北十二 還有南投二的蔡佩 以及台中五的這個黃劍豪 然後寶傑哥你知道嗎 他很厲害 小麗媛很厲害 因為他去台中看這幾個選區 他同時也在台中的 侯友宇的場跟這個賴清德的場 還分別跟侯友宇跟賴清德的見到了面 所以小麗媛他把台灣的這個情勢 整個都看完之後 他覺得這幾個選區可能有變動 那目前看起來整個選區 跟我們大家預測的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邊太差別了吧 現在到底怎樣 你們講沒有人會過半喔 國會不過半這個是基本上 我是這樣想 因為我不想想 因為他沒有這樣宣佈嘛 因為他日本人他不太想願意去介入台灣選區 可是我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國會級可能不過半 因為現在目前民進黨是63個選區 剛剛講這四個如果掉了 還有寶傑哥 另外新北市包含了現在目前三個氣選的 第一個氣選是哪一個 基隆市的蔡世英氣選 還有新北的第八選區 中和的江永昌氣選 還有高雄的第三選區 這個劉士芳氣選 趙天林 趙天林是換黃捷 那個區看起來還是會贏 但是這三個氣選的區 高雄的第三選區的李柏毅對李梅珍 李梅珍現在跟他五五波 然後那個基隆的這個鄭文廷跟那個林沛祥 看起來是五五波 以及我剛剛講的江永昌 因為是薩喀都 那因為有柯文哲的這實習的 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看起來張志倫 本來覺得張志倫 張慶童的兒子 怎麼可能有可 就是鄭二代啊 他要選個什麼 結果沒想到他是四年前跟那個邱風瑤 兩個初選後輸了以後掛部分區 而且在地方已經經營了四年 每天早上五點去送車 我覺得張志倫在中和其實也蠻強的 就是吳珍跟張志倫 那我現在所說的這些都是民進黨 目前的縣市 還不要忘記還有誰 還有高嘉瑜啊 台北市第四選區 然後另外原本大家看到那個 桃園第一選區的那個鄭運鵬 原本以為被小牛追得很近 可是看起來最近的狀況 小牛又被這個鄭運鵬拉開一點點 所以那一區我沒有算在危險區 我列了十二個選區 在禮拜三我們關鍵車 我有講過這幾個選區 民進黨要注意 一旦輸掉的話 國會就不會過半 好 後者 而且你說現在彰化的變局 是很大的 我覺得小令元他在選這三個選區 是選得非常非常精準的 當然還包括剛剛那個韋翰講到 包括細紙 這三個選區都是什麼 都是市長的本命區 包括許淑華那一區 然後呢 所以他在看的是什麼 你市長到底撐不撐的過去 你市長到底是不是能夠 把整個盤撐過去 你的執政優 你地方執政的實力 是不是能夠把它撐過去 比如說我彰化 我如果去看歇一鋒 就沒意思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就會看到說 你市長在這個地方 夠不夠力 是不是能夠影響到選票 如果說你今天能夠翻立委 那總統你自然就會 有一些實力 你說我動得了立委 我的總統就施得上力 一定是這樣 我總統 那三個裡面大概 看起來黃建豪的狀況是最好 那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可能還一敗一敗 因為彰化跟台中南投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每個派系的實力是 是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化分得非常清楚 就好像比如說你說王惠美 他就不像 他就不像那個 盧秀燕或者是許舒華 你說你說謝家的選舉 他管得到嗎 管不到 你一定管不到嘛對不對 那然後呢 其他幾個地方 所以他軟後決這一區 是他本命區 是他可以施力最多的地方 所以小立元去看這一區 不過我聽到的是說 現在彰化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也在這個地方 打得非常 因為派系割據 他的縣市長的實力 而且有一句話 得彰化者得天下 對 彰化其實是台灣的章魚哥 因為他的派系割據 然後你沒有辦法 像盧秀燕 盧秀燕從整個縣市長 從提名的佈局開始 你看佈了這麼多年輕人 你王惠美就沒辦法 沒辦法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 民進黨在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用力 像賴清德 每次民進黨所有在彰化的 的造勢 一定都辦在無形營營這個選舉 就是要幹倒謝伊鳳 都在謝伊鳳 你說現在民進黨 其他四區 其他三區沒有 他就在這個地方跟你輸贏 他就是硬推 現在民進黨在彰化 全力要幹掉謝伊鳳嗎 事實上 因為我常去彰化輔選 那麼彰化在民進黨 現任的這個等於說 立委裡面 那麼包括黃秀芳 跟這個等於說 陳淑月兩個人非常非常的穩定 連任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陳秀寶的部分 是一敗一敗 一敗一敗 剛剛大家講的 就是一敗一敗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 吳英寧跟謝伊鳳 因為謝伊鳳 那麼緊接而來 這個整個彰化的 這個國民黨的 跟民進黨的態勢 會對決在下一任的縣長上面 所以國民黨很多的支持者 把謝伊鳳列為下一任的 這個國民黨的縣長的 肯要人人選 所以謝伊鳳事實上 他本身他的家族 在這個彰化的勢力就很強 那麼吳英寧 他雖然一直追一直追 但是現在還是落後的 只是說越追越近這樣而已 他想要把他追上的話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個人倒是這樣認為 陳秀寶跟這個等於 國民黨這邊的這個選情 隨時可能變 也就是說 在這個未來的兩個禮拜裡面 誰能夠在氣勢上面 壓過對方的話 因為彰化這個地方 現在民進黨立於不敗之地 因為他至少贏一半 那一敗 另外一位是一敗一敗 那吳英寧是稍微落後 所以彰化 那麼整個國民黨 想要大局的反撲 我個人認為 以我常常去彰化好多次 我這次去彰化非常多次 那我所看到的 可能跟在台北看到的情況 不太一樣 加州 也對 臘